传递信息的符号 简单也有大乐趣 探寻笔画间的逻辑 大家好 欢迎来到汉字思维的课堂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 吃油作乱的第四个部分 上节课呀 我们讲到了炎帝神农士 他们呢 在村庄外的森林中 正在秘密的筹划 能够对抗 反击这个吃油 他们对自己的侵略 他们准备了好多的武器 有一个尖尖的 拿在手里的 对敌人进行穿刺的武器 这个叫毛 毛的下面有一个小环 这个是为了赞阴的作用 为了防止敌人的血呀 能够到处的流淌 第二个呢 是割 割最大的特点呢 是有一个平着的刀刃 这个呢 很像平时种地的时候 用的这个劳动工具 这个手法跟锄头 挥舞锄头的样子很像 这是神农士了 为了让自己的族人 能够用更衬手的兵器 能够用更合适的 能够更习惯的兵器 去跟敌人作战 这个割呀 是我们中国人最常用的武器 所以在很多的汉字里面 跟战争或者武器有关的 都会跟这个割有联系 那么我们今天呢 接着看神农士还准备了哪些厉害的武器 第一个呢 也是跟这个割有密切的关系 就是呢 把割的一个刃变成三个 我们的叫做三极格 从一个刀刃变到三个刀刃 大家看 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按理说 如果是为了杀伤敌人 用一个刃就足够了 并不是说三个刃就能杀死三个敌人 那么为什么要多加上两道刃呢 它的这个设计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大家注意了 这种武器啊 其实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武器 它的作用呢 可以在战场上呢 作为切割战场上的障碍物 在行军的过程中啊 遇到很多的荆棘树木的阻拦 可以呢 开路 可以呢 把这个树木呢 能够砍倒 它呢 就好像一个最少的锯子一样 可以把东西给锯掉 三个刃呢 并派在一起 很像锯齿的模样 所以呢 这种隔 是一种特殊的武器 在战场上啊 主要起到特殊的作用 这个汉字 我们古文字把它写出来 就是在戈的上面呢 再加两道刀刃 变成今天的简体字 就是 他 哎 同学们很熟悉 这不就是 我吗 原来呀 我 他的右边 就是一个戈的样子 他的左边 我们看一下 上面有一撇 中间是一横 下面呢 是一个提 这个三笔 就是三极格的三道刀刃 所以说 我原来是一种非常锋利的武器 在汉字里啊 这个我本身 跟表示爱 表示me 这个第一人称 自称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它表示的是武器的意思 比如说这个字 上面一个羊 下面一个我 不是说我的羊 这个字呢 叫做义 什么叫做义呢 义就是用武器去宰杀这个羊 杀羊干嘛呢 杀羊呢 举行祭祀的仪式 来聚义 在古代的时候啊 国家与国家之间 军队和军队之间 或者呢 人与人之间 当我们要聚义 我们要约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往往需要搞一个仪式 在这个仪式上呢 要祭祀天地 就要杀一些非常重要的 非常好的 能够拿得出手的 能够祭祀天地的 这样一些动物 羊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所以呢 把这个可怜的羊给杀死 作为一个祭祀的祭品 那么我们来约定 举意 所以这个义字 就是这样的一种仪式 参加了这种仪式的人呢 我们都要遵守 共同的一个约定 不能抛弃自己的伙伴 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有意气 那么除了有歌和我 这样的一种近距离的 近身搏斗的武器以外 神龙士还发明了一种 更加厉害的 远距离的武器 就是弓箭 弓箭是两种东西 弓是弓 箭是箭 它是第一种组合武器 弓箭组合在一起 才有威力 分开呢 就没什么威力了 这个弓我们来看一下 是一道弯曲的形状 这个呢 上面会装一根弓弦 用来发射这个箭矢 所以呢 我们看古文字的弓 它本来呢 很多时候 没有那根弓弦 就是一个弯曲的 一个弓身 一个弓背的样子 这个弓啊 一般来说 是用木头来做的 当然有很多讲究的 比较好的 也可以用牛的脚 用这个动物的脚来制作 叫做脚弓 这个弓 不管是脚做的 还是木头做的 都特别害怕它 发生形状的变化 如果说呢 长时间的把一个东西 哪怕是直的东西 把它改变它的形状 长时间的改变形状 它呢 也会被固定成这个样子 所以说啊 我们为了 让这个弓 不发生形状的变化 不要失去它的弹性 不要让这个弓呢 过早的 就不能使用 我们呢 必须对这个弓 进行一个有效的保护措施 怎么来保护呢 就是在这个弓的身体上 用很多的 很多的细线 密密扎扎的 一圈一圈的 给它缠绕起来 把这个绳子给它绕起来 用这个绕起来的 这样的一个方法 让这个弓呢 能够保持 它这样的一个形态 不要因为我们拉弓的时候呢 把它形状给改变了 所以绕在弓上面这个绳子 起到了一个 保护这个弓 固定形态的作用 看看 这样一个汉字 看到弓没有 看到弓上面 缠绕的绳子的样子没有 这个呢 就叫做 弟 兄弟的弟 弟弟的弟 原来呀 这个弟 跟小弟弟 小兄弟 没有关系 这个弟 跟弓箭有关系 所以呢 地里面有个弓 这个弟表示的 是在弓箭上 一圈一圈 按照顺序 密密麻麻的 缠绕的 这样一个 防止弓变形的 这样一个线 所以呢 在汉字里 这个弟 可以表示 紧挨 紧紧的挨着 也可以表示 一层层的 有顺序的 这样的意思 比如说 地加上一个木字旁 什么字啊 楼梯的梯 什么叫楼梯呢 很简单 是不是 一个台阶 挨着一个台阶 紧紧的挨着 中间不能空 空了 就能倒下去了 第二个呢 是不是 连接在一起 对了 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 密密麻麻的 连接 楼上和楼下的 这样的一种 辅助的工具 辅助的设施 就叫做 T 楼梯的T 跟这个工件上 一层一层的 缠绕的这个线 是一样的 这个D 加上一个走直旁 这个叫 D 大家熟悉了 快D的D 游地员的D 那么这个D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 你把东西递给我 这叫D呢 不是的 这个D 实际上是一个 有顺序的 有很多步骤的工作 在古代 我们一站一站的 把很多的东西 从偏远的地方 递送到我们的手里 要经过 很多的驿站 经过 很多的驿族的手里 在传递 邮件的道路 古代的称作 驿路 驿路之上呢 有好多的驿站 在驿站上忙碌的 叫驿族 这个前面我们讲 船的时候 给大家提到过 所以它是 一站一站的 把你的物品呢 传递给下一个人 就跟楼梯一样 第一个楼梯 第二集 第三集 第四集 我们的货物 我们的信件 也是这样 由第一个人 传给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传给第三个人 我们今天快递也是 把快递交给快递员 拿走 它呢 把所有的快递 集中在一起 然后呢 把发往同一个地区的快递 集中起来 通过飞机 通过火车 把它运送走 然后呢 到了那边 再经过快递员的分检 把它分检到不同的街道 不同的社区 不同的聚会 再由最后的快递 开着车 把这些快递的包裹 送到你的家里 所以哪怕很简单的一个包裹 你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工序 经过很多人的手 所以这个地 很不简单 也是一层一层的 紧密相连的 这样的意思 那么我们今天说的 第一地怎么理解呢 兄弟的地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古代的一种 长幼有序的行为 老大 老二 老三 老四 老五 老六 你看 是不是连在一起的 那么 这个地表达的意思 本来是什么呢 它本来表达的是 在兄弟之间 小的 要听大大的的话 长爱幼 幼尊长 长幼有序 我是老大 我是家里的大哥 所以我要帮助爸爸妈妈来 起到管理我的弟弟妹妹 这样的工作 为我的爸爸妈妈能够分担一些 他们的管理的 他们的照顾孩子的这样的工作 所以这个地 也是有次序的 老二 要听老大的话 老三 要听老大老二的话 这样一级一级的下来 最后呢 小弟弟要听哥哥们的话 哥哥呢 要爱护小弟弟们 所以这个字 还有另外一个读音 读作 T 我们说的 守孝T 次锦信 这个T 原本呢 是没有竖心旁的 就这么写 表示 兄弟之间 有次序的 这样一种 有爱关系 后来呢 为了把它跟弟弟弟 给区分开 给他加上了一个竖心旁 这个字读作 T 表示 兄弟之间的 有爱 所以啊 看来我们的兄弟姐妹之间 也是有顺序的 长用之间 大家搞清楚自己是老几 就中文说 你忘了自己是老几了吗 你因为你自己是老大吗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记住自己的顺序 自己应该听谁的话 这样呢 大家才会和睦 那么这个弓 保护好了以后 装饰一个弓弦 我们在用的时候呢 把这个弓弦给拉开 可以把弓箭放在上面 把它发射出去 拉开弓弦的这个动作 叫做引 在弓的后面 加上一束 同学们现在知道 这一束是什么了吗 对了 这一束 就是弓弦 把弓弦给拉出来 拉开弓弦 准备发射 这个动作就叫引 引就是拉的意思 牵引车辆 就是一辆黄色的车 出来呢 把故障车给拉走 引体向上 把我的身体呢 拉到单杠以上 叫引体向上 所以引表示的 就是拉弓的意思 古诗里面说呀 林岸草金风 将军夜引弓 在晚上 一个将军看到乱草丛中 有一个好像老虎的东西 他就把弓箭给拉开了 一箭射过去 平民寻百语 末在石棱中 早上去看 呜呜发现 射的根本不是老虎 这一箭呢 竟然被射到了一块石头的里面 说明了这个将军的力气多么的大 他拉开这个弓箭的力气 实在是大的惊人 把这个箭都射到石头里去了 引弓就是拉弓的意思 拉开这个弓 除了叫做引以外 还有一个 别的说法 叫做张 张更加简单了 它是一个会义字 不像这个引 是一个合体象形字 它的意思就是把弓箭给拉长 对了 原本的弓箭在这里 把它拉长 就叫张弓 张弓也是把弓箭给拉开的意思 我们经常说张弓大箭 把这个弓箭拉开 把这个箭搭在上面 准备发射 张今天作为一个姓氏 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 那么姓张的人 最早是做什么的呢 姓张的人 最早就是管理做弓箭的 这样一个工匠的代表 他的官职叫做弓正 管理这个弓箭 看这个弓做的好不好 做的正不正 叫弓正 就归他管 所以这个姓张的人 你们的祖先 就是做这个事情的人 那么 只是把这个弓箭拉来拉去 如果说 在每次战斗中 这个弓箭都是紧紧的绷着 战斗结束以后 这个弓箭也不松弛的话 这个弓很快 也就不能用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弓箭紧紧的绷着这个弓的身体 让这个弓处于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 紧张久了以后 这个弓就会损坏 所以在战斗结束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弓箭给放松下来 让它松弛 让这个弓回到原来的这种平静的状态 这样下次战斗我们还可以接着用 能够延长它的寿命 这也是保护弓的一种方法 我们把弓弦给松掉 叫做持 所以持和张是一对反义词 张是拉开绷紧这个弓箭 而持是把弓弦给松掉 中国的古话说 文武之道 一张一持 说的呢 就是说 我们做学问 我们锻炼身体 一个是文的工作 一个是武的工作 必须有紧张 有放松 有的时候要像弓箭一样 紧紧的能够发射出去 有的时候要弓弦松开 要保持一种放松的心态 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理 调整到最佳的状态 能够随时迎接挑战 所以松弛和紧张都很重要 紧张的张 松弛的尺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那么说完了弓 我们来说说在弓上发射出去的一个箭 今天这个箭字大家看是一个会议字 上面是竹字头 表示那箭杆 是用竹字做的 它下面一个前进的前也很简单 表示什么 向前飞行吧 猝飞出去 前进的前 这是一个会议字 在象形文字里 这个箭就更加的生动 大家看 古代的中国人把这个箭写成这个样子 有一个尖尖的箭头 竹子的箭杆 下面的分叉的部分是什么 是箭后面的羽毛 我们把咬的羽毛放在这个箭上 让这个箭的飞行更加的远 更加的准确 所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 能够被发射出去的远距离杀伤武器 在汉字里有这么一个字 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一个弓加上一个石 这个石放在这个弓之上 准备发射 到了金门的时候 给它加上了一个手 表示手在拉弓 在引弓 发射 这个字 到了专文的时候 很可惜 被写错了 因为呀 这个弓 鼓起来的样子 跟我们说的这个 大肚子的人 非常的像 所以呢 在专文的时候 把这个弓箭鼓鼓的样子 跟一个大肚子的人 给弄混了 所以呢 这个弓被写成了身体的身体 而这只手呢 被写成一个寸字 好了 明白了 原来这个字就是射箭的射 原本是非常好理解的 把石放在弓之上 准备发射出去 这是射箭的意思 发射的意思 但是呢 后来这个弓被错写成了身体的身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射为什么今天这样写 那么这个射 表示的就是发射弓箭 它表示的什么隐身意呢 大家想想看 发射 张弓搭箭 箭矢在弓弦之上 我手一放 啪 什么结果 是不是出去了 是不是离开了 谁出去 谁离开 对了 这个箭矢 被我的弓弦反弹之下 离开了弓 向前飞去 所以呢 射在汉字里 可以表示离开的意思 表示离开 我们在射的左边 加上一个言字旁 这个字大家非常熟悉了 对不对 谢谢的谢 那么林老师问大家 如果我们做一个选择 请你告诉我 这个谢真正的意思 是thinks 还是goodbye呢 想想看 射是离开 离开加上一个言字旁 什么意思啊 对了 在离开的时候 所说的话 所以谢的意思应该是 对了 应该是goodbye 比如说 花儿谢了 是花儿跟你说谢谢 还是花儿跟你说再见 对了 花儿跟你说再见 今年我叼谢了 再见 明年再见吧 花儿谢了 我们说 谢顶 见过谢顶的人吗 到了中年的时候 很多男子呢 头顶的头发 跟我们的头 说再见了 中间一圈没有头发了 这个就叫谢顶 谢罪 不是跟你犯的罪 说谢谢 谢谢你犯罪 不可能 表示的是什么呢 表示的是 跟你犯的罪 说再见 永不再犯 所以大家知道了 谢的本意 是再见 那么中国人讲究 在告别的时候 表示感激的意思 所以呢 谢后来 才有了 thanks 有了感激的意思 走的时候 说再见 事情完成了 说再见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礼 给大家一个思考题 摄的左边 加上一个木 这个组作谢 这是古代我们中国人的一种建筑 大家看这几个图片 请你告诉我 哪一个建筑 是谢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